好,那么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第六天的内容 那么第六天我们讲的这个神经网络,对吧 那提到几个概念,感知机,神经网络 那你要知道这个什么是感知机,神经网络的一些基本的一些组成 好,那么这个神经网络是有哪几分组成啊 神经网络啊,就是这种通常的这种神经网络 输入层,引层,输出层嘛,对吧 那么说其中,对吧,这种深度神经网络,卷积神经网络 它的组成是把引层分成了卷积层和齿化层嘛,对吧 好,那么这个我们的重点呢,就是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整个过程 对吧,那我们是下午呢,讲了卷积神经网络 上午讲了这样一个全联阶层,对吧 我们就用一个异层去做了一个试别 那么卷积神经网络里面几个重点 就是卷积激活齿化,每一部分的功能 好,那么首先呢,我们就先回忆一下这个卷积层 那这个卷积神经网络的卷积层 它应该是怎么样的 它应该是怎么样 是不是有应该,应该有什么,有一个这个观察的,对吧 不说的,说你用专业名词就是这个过滤器,对吧 filter,这个过滤器 那说你指定一个过滤器去观察这张图片吧 对吧,我指定比如说现在有32个filter 然后呢,去观察这张图片 那观察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有个观察窗口的大小吧 对吧,观察窗口的大小 观察窗口的大小 那么这个大小,我们说了 已经,别人已经提供给我们常用的几种,对吧 奇数的这样一个大小,对吧 至于为什么选择这样,它肯定是有自己理由 这我们不用去了解了,1乘1的,对吧,3乘3的 3乘3的,5乘5的 那么这个1乘1,3乘3怎么用,5乘5怎么用啊 那如果说你一张图片大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用成5乘5的 对吧,如果说一张图片本身就比较小了,对吧 比如说是3乘30的,20乘20的,10乘10的,10乘10的 那你还用5乘5吗 这点不合适,对吧 你可以用小一些的 好,那这是观察窗口大小 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不长了 不长,不长 那么说这个不长啊,一般我们都设定为1 一般都设定为1,让它观察更仔细一下 那么这些因素 是不是决定了一张图片输入进去之后 比如说,对吧 我们输入图片 有一千张图片 一千张图片 然后呢,每张图片是 比如说230,这边呢是240 然后呢,这边是3 啊,代表什么,这是一张彩色图片吧 啊,它的高230,宽240,对吧 那么在这里,这几个因素是不是决定了这张图片进入你这个卷积层的输出大小啊 那输出大小是不是可以根据那个公式 把你这些东西填进去是不是就可以写了吗 但注意了,我们这还没有加一个凝填充吧 一般来说我们凝填充肯定是自己指定,对吧 指定,比如说我指定1 它的建立大小是不是可以根据公式输出大小可以算了吧 啊,这个我就不算了啊 你把公式带来啊 把这几个带进去,这个带进去就能算了 好,那我们说在TensorFlow当中是不是特殊的一点是吗 它的Pending只能有几种选择,对吧 Pending等于,等于C 那也就是说它不用你自己求出输出大小是多了 是不是输出已经固定了 只要你选择这个,你的输出是多了 是不是也是230,240啊 也就是说你的输出大小跟你的输入的长官是一样的 230,240 至于这个通道数是不是就是32吧 对吧 那一定要注意了 就是因为TensorFlow里面API它要求的是这样 对吧 你始终SIM了 你就不是根据这些去求的 而是你输出已经固定了吧 然后输出固定了 如果你想知道林田中它停了多少个 是不是你可以反过来求这个林田中啊 因为你前面输入,对吧 然后呢,有一些条件给你了 中间有一个位置数 然后输出也固定了 是不是你反过来可以求这个位置数啊 就是Pending,对吧 这个啊,是固定的 好,那么这是卷积层 我们说这个卷积层相当于去做这样的一个特征 对吧 做这个特征 把这个特征呢 去提取出来 放大这个特征 那么卷积层之后 我们一般跟的就是激活层嘛 对吧 激活层 那么有一点是需要记住的就是激活层我们为什么不使用以前的这种sing mode 还有我们使用现在的对吧 然后使用现在的 relo 那么你要有两点解释对吧 这两点解释也是这个面试上有时候经常去问的 那你第一点就是说 使用sing mode它的计算量是不是特别大 对吧 那计算量大啊 你可以把它公式 你可以跟它解释 relo呢也可以跟它解释 就够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sing mode 如果啊 你的网络的深度加深的话 但是如果你说一两层 那应该无所谓 如果你网络深度加深的话 这个sing mode在这个反向传播算法 是不是这个七度下降嘛 去求的时候容易造成七度爆炸 那你只要记住这个结论就是了 对吧 容易造成七度爆炸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选用relo函数的一个原因 对不对 好 那么当我们的这一个输出经过了 激活层之后 这个大小有没有变啊 什么都没变啊 对吧 都没变 只是说把其中的数字 它有的变为零了 那最后 我们就有个持化层 持化层 那么说 通常我们使用的持化层 就是二乘 这是大小了 然后呢 你的不长也是 那一般来说 如果这个经过两个不长 所以缩小一半就行了 缩小一半就行了 对吧 长宽都缩小一半啊 那我们说这是通常的 如果说题目已经给你 对吧 有时候面试题它给你了 对吧 我不是使用这场 我比如说使用三乘三的 或者说四乘四的 然后呢 我移动正不少 移动一个 移动两个 移动三个 那这个每个条件 你得出输入大小 是不是要去求了吧 对吧 那还是根据那个公式去求吧 能力就啊 所以说 并不是说你这个所有都是减少一半啊 而是根据它的条件 实际 这个操作当中 或者实际我们案例当中 使用是这个 而这有些面试题 或者鄙视题 它有可能不这样问啊 对吧 你得然总总记着这个结论 肯定不行啊 对吧 你也得把那个公式记着 你这个是不是 往里面一带就能算出来了吧 这就是实话存 好 那我们说这个实话存 对吧 实话存 那么我们在做有一个面试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这个除 对吧 我们在卷积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没有除尽 对吧 哎 多出来点五的情况 那一定要搞清楚 多这个点五 我到底是把这个点五加一还是减一 一定要根据你什么 有没有把这个图片观察完整吧 如果观察完整 你还有没有再把这个0.5加上去 没有必要了吧 对吧 如果说我没有观察完整 少一少一个像素 再加0.5步 我就把这个图片观察好了 那是不是宁愿再加一步 把这个图片观察完整吧 哎 这一定要看清楚 你卷积或者实话都除不尽的时候 你一定要考虑 他有没有观察完 观察完整 你就没必要把这个点五晚饭加了 如果观察完整了 你就可以减下 观察完整就不用加 对吧 没有观察完整 你就把点五加上去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这个第六天的 对吧 第六天的知识点回顾 好 哦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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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